大型吊車進到大沙河濱公園 趕緊將碼頭引潮調離 一旁也有業者把貨惠屋引往別處 擔心凱米颱風夜來被吹個東倒西彎 颱風扎上大潮 北市府不敢 吊也清新 河濱的低瓦地區包含三角度的碼頭 然後還有百林左右岸 還有台北橋下 撤離河濱公園的一些引橋 那大概有十座 浮動碼頭大概有三座 景觀廁所一百一十五座 就怕重演幾年前泡水車事件 河濱車輛已經貼出公告 趕緊移車 23號下午4點水門管制 車輛只出不進 沒移走小心吃上最高4800法環 周邊紅黃線道路也開放停車 清潔隊繽紛多路 人工作業加上沖新兩用車 將水溝淤泥清乾淨 台北市區暴雨避淹 颱風前夕出動大批人力 加強巡視作業 針對如果降雨20毫米 我們各個分隊就要趕快到現場 去看尋清 如果超過40的話 各個單位就要成立防災應變中心 前陣子張市府才說要投入數十億預算 訂定治水計劃 卻被議員發現 獨漏信義南港區 不是只是議員講一個單點 你就做一件事情 而是你本身身為台北市的市長 應該做全面的通盤的檢討 針對海綿城市計劃宣告失敗 我們有沒有什麼更積極的有效的因應作為 不過前一天早晚說明計劃十分短中長期 但就回凱米直撲北台灣而來 也考驗長市府硬點力 明新聞綜合報導